來自台中的藝術家中世恒 專門用鐵來搭造各種藝術品 原本它只是一位修理車的財富 因為對藝術有夢想有熱情 所以就開始來創作 你的更期也會跟你的人生走出了不一樣的路 像我們現代美甘的作品 不僅都吃在北港文化中心做天出 歡迎在這面中可以擁有全容觀眾 一個一個藝術作品透過耕耍這個熱愛 每一個都電現出不一樣的效果 北港文化中心長在電視 來自台中藝術家中世恒的作品 每一個都是用鐵來搭造 不但需要精工夫 竟需要藝術家的配合 我在18歲的開始 我就到台中從事汽車排氣管的工作 俗稱黑手的 在這個工作我堅持了30年 大概在7年前 我從工作中我找到的興趣 也是我未來想要的 就是藝術創作 鐵雕藝術創作 主少年到台中工作修理車 因為對藝術創作 像我們勒進到夢想 這麼慢慢的運動 用鐵雕做創作的工夫 雖然做鐵雕只有鐵雕 但是鐵雕做著不太快樂 也讓他找到靈心新的路途 剛好只是每天都要跟火接觸 所以我用我熟悉的計畫 創作跟一般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以火為刀 消鐵努力 就是把鋼硬的鐵 然後從經過火的溫度 然後融化 讓它瘦出我要的形 就是 就把鐵當成泥巴再玩 用鐵雕做出 刷掉油味的各種藝術品 讓大家都對這位鋼鐵男主行非常欣賠 可以來到北港基板電腦 主辦單位也覺得非常幸福 將這些很生硬的鋼材鐵雕 變成一個樓琴似水的藝術創作 那非常的少見也非常的 創作非常的精美 那我們歡迎對藝術有興趣的朋友們 到我們北港文化中心 欣賞趙士賢老師的一個精彩的作品 就四行的鐵雕電腦 開瓣到九月二十九號 有興趣的賓獎得愛百合機會來參觀 興奮鐵牌的藝術作品 感受難主行所要團達出來的精神 記者 鄭怡婷 彩虹報道